大船入港 崭新車輛一輛接一輛 從輪位級汽車船裡開出來 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裝寫公司人員小心翼翼 停放碼頭邊清點後 再趕緊開進倉庫 數量多達3000輛 包含賓士車1513輛 B&W 1326輛 總價值高達99億元 光進口關稅奢侈稅 40.5億元 創下臺中港開港44年來最高紀錄 上次最高數量是今年8月份左右 2646吧 大概是這個數字啦 今年這一艘3000輛 大概是開港原來最高的數量 進口車整齊排列 以今年1月到10月來看 進口車市占率48.4% 比起去年同期 小幅上升6個百分點 況且都是車主下訂 才會運送來台 年底買氣特別旺 那國內的防疫是這麼成功 那可能就是說經濟上還算不錯 那到年底 大家又有那個舊車換新車的一個優惠 加上農曆年一般大家都有 換新車的一個需要 農曆年前原本就是銷售旺季 加上舊車換新的五萬元補助即將終止 以及疫情影響民眾無法出國消費 乾脆把手中閒錢拿來買車 下單量暴增 造就今年難得出現的車市高潮 三列新聞 趙雲光 SN小組 台中報導